6月3日凌晨至上午10时,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城降雨量达到187.8毫米。 县城发生严重内劳,主要街道普遍水深在1米左右。 洪水造成平坝县城对外交通中断,全程停电,市民生产生活受到影响。 贵州省气象部门监测数据表明,如此大强度的降雨是平坝气象站自1957年建战以来最大的一次。 灾情发生后,平坝县干部职工迅速投入到抗洪抢险中,解救转移遇难被困人员。 13时左右,县城街道上的洪水才开始逐步消退。 平坝县救灾救济,隐患排查,道路疏通,攻击保障等工作加紧进行。 进出城车辆缓慢通行,县城供电陆续恢复。 平坝县20时30分最新数据表明,这次洪灾致使平坝县城沿街商铺2800余间被淹, 10户31间房屋倒塌,共转移群众3.5万人。 初步统计全县经济损失14亿余元,需救助人口2.3万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